美好的將 葉莫瑞英 2010年4月1日星期四 挺直身體 昨天我收到兩封電子郵件 有學生想要找我 於是我和他們分享我磊患癌症 而且有段時間不能約我見面 其中一個學生有個人問題 我試透過電郵的方式幫助他 另一個學生是有好的消息 想要找我見面來慶祝一番 但是很可惜我沒辦法這樣做 在一般的工作日通常都會有這樣的互動 有時候我們看得太輕鬆平常 在生病的日子 這樣的交往反而為生活添加色彩 能夠和別人分享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 我很感恩 也很榮幸能夠成為別人生命中的一個部份 我每天都在馬灣島散步兩次 呼吸新鮮空氣 並且做運動 我還是很努力為一個蝦米乾的身體健身 要伸展一個僵硬的身體 實在是很難 尤其是我坐在書桌面前太長時間 姿勢一直是不好 現在我對於挺直身體有了新的理解 身體挺直是不會立刻發生的 必須是靠著定期的伸展和運動 我們自己挺直身體 當然是比別人來使我們的身體挺直 是來得好很多 2010年4月2日星期五治療計劃 昨晚我去了看醫生了解有關治療的計劃 我需要做六個療程的化療 放射治療 和五年的激素治療 每一樣都逃不過 這個大概就是標準的治療 我已經差不多預備好了 因為出院的時候就收到初步的報告 雖然資料內容都是很技術性的 但是都可以在網上透過Google學術 找到相關主題的學術期刊 我亦鬆了一口氣 因為不是HER2的癌症 所以我估計我是第二期的癌症 而且腫瘤已經擴散去到淋巴 雖然我仍然害怕治療 不過看起來最好的是預備好自己的身體 來面對治療 治療會持續六個月 估計大約在10月就結束 所以我必須找出最好的方式 來處理我的工作 我實在請求你們在這件事上為我吐告 因為我亦都求民主的旨意 是不是他要我用不同的方式 來我服侍他 2010年4月3日 星期六 思考盼望 昨天是糟糕的一天 我一整天都覺得很累 而且什麼事都不想做 亦都不確定是因為生理的緣故 還是心理的緣故 我懷疑我的身體是不是真的能夠復原 首先我挺直身體 看起來是非常緩慢 第二 我漸漸將身上的疤痕 融入在我的身體 第三 事實是花療 放射治療 和激素治療 都會有藥物的副作用 有些副作用甚至是長時間影響身體 真是很難想像 我能夠會更好 難怪若白在極大的疼痛和痛苦中 開始就助自己的出生 若白記三章 超越苦難的部分 他看不到 他對未來也沒有任何盼望 在痛苦當中 誰能夠想像在這個隧道的末端 還會有亮光呢 這個隧道是否有終點呢 昨日是受難日 我看來很能夠認同那些逃跑的門徒 我不知道在受難日和復活節之間 他們在做些什麼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 能夠還有些什麼盼望呢 他被埋在墳墓裏面 墳墓門口有大石頭封住 又有看守的兵 馬太福音27章57-65 除了為耶穌的身體預備香料之外 其他沒有什麼可以做 又有誰能夠想到復活呢 我不知道旅程的最後將會是怎樣 或者這個旅程會怎樣結束 我只能盼望最好的狀況出現 然而如果我期望太好的結果 我可能會很失望 我的身體可能會按我想要的方式康復 我需要將盼望放在神祂自己裏面 並且是內心等候祂美好的旨意 羅馬書8章24-25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 就必忍耐等候 2010年4月5日星期一 我的姐姐們 我的爸爸在我結婚四個月之後就過世了 作為家最小的 我害怕有一天 我的兄弟姊妹也會去世 然後留下我一個人等著離世的時間 所以我對我的姐姐開玩笑說 我寧可先死 這樣他們可以照顧我 我有四個姐姐和一個哥哥 當我很小的時候 大家姐就去了國外求學 所以我對她的印象很模糊 我的二姐姐是一個紀律十好嚴的人 她總是看實我們認真讀書 而且一定要有禮貌等等 我的三姐姐是最溫柔的 她總是會照顧小的 我和她一起睡 直到我10-11歲有了自己的床 我才自己睡 她說我還是嬰兒的時候 都是她為我拿尿布的包包 我的四姐姐我總是跟在她後面 我們回到同一間學校 走路的時候 她時常是牽著我的手 我的哥哥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因為她是家裏唯一的男孩 他很值得我另外寫一篇的blog 我的父母將我們教養得很好 所以年長的總是會負責照顧年幼 作為最小的 我是能夠享受被照顧的特權 雖然另一方面 我都傾向依賴 很多年在國外的留學和工作 才養成我獨立的個性 在很多身份裏面 我懂得照顧人 然而當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時候 我又變回小妹妹 當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對Victor來說 實在是一個很震撼的體驗 我堅持要買一種特別的床 因為那個是我姐姐推薦的 我覺得我有義務要去聽 而且服從 Victor很快就知道 最好不要什麼事都告訴我的姐姐 我們知道 今天如果我和姐姐一起去買東西 姐姐總會是拿最重的東西 他們會帶我過馬路 以確定我是不會被車撞到的 我生病的時候 他們當然也會帶食物給我 我發現有一次我說我吃夠了 他們就會將剩下的吃完 就好像以前我們小時候那樣 他們牽著我的手 走路 幫我刷牙 幫我洗澡 是多麼似曾相識 幸好這次他們不用再幫我拿尿片了 至於藉著我這些 那麼聰明的姐姐來賜福給我 我感到很抱歉 因為他們總是為我擔憂 而且照顧我 我試著重溫這種依賴的感覺 一個小孩子依賴其實是跟膽怯 無助軟弱有關 我一直非常努力 要從這些情緒離開 好做回我自己 身為一個成年人 我還是很矛盾 我想嘗試感恩地接受他們的關愛 並且憑恩典接受自己有依賴的需要 主如果願意的話 說許我會活得比他們更長 將來也有機會以某種特別的方式 去祝福他們 2010年4月7日星期三 存活率和生活優先次序 昨日我搜尋文章 而且讀了有關乳癌的存活率 猜一下我用什麼關鍵字去搜尋 是癌症死亡率 還是癌症存活呢 我用了存活 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設立了一個網站 你可以在其中醫不同的癌症 年齡、種族 和其他因子 查出他們發展的機率 和相關的死亡 統計資訊 當然你可以查存活率 Victim希望我在這個主題花太多精神去閱讀 所以我限制了自己 只要知道基本資訊就夠了 例如不同類型的乳癌 腫瘤大小 和擴散至磷巴結等等 能夠存活五年的比率 我樂意知道客觀的事實 幫助我能夠實際地應付癌症的現實 不要否認或者渴望死亡 而是接受它 這樣你才能學會如何真正地活下去 這一句是癌症幸存者所說的話 我非常同意 既然大多數的研究都是討論五年存活率 我就開始認真考慮 如果我還有五年的時間 我的工作重點是什麼呢 坦白說我沒有太多重要的事情 首先 我很容易就被人取代 我開始的工作項目 包括課程、研究、學生工作、演講等等 都可以很容易被別人接受 而且我也不稀奇他們能夠做得更好 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第二 我沒有小朋友 所以我沒有什麼義務性的責任 我唯一的責任是解決房屋貸款 以免Victor的財務壓力太大 第三 我已經過了一個很好的生活 我做過秘書、青年輔導、心理學家、大學教授 雖然還未晉升成為專任教授 師母、主要學老師等等 我們曾經在澳門嘗過宣教生活的滋味 雖然還未有帶領任何人歸主 我已經成長到超越我還是小的時候 所能夠想像的 是的 還有很多事情我還可以做 我還在職場上晉升或者擴展我的服事 Victor說 我還未完全活出神所賜給我們的恩賜 天賦和潛力等等 是的 但是我想 終究這個也不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幾年之前曾經讀過郭培里的一篇文章 他的太太已經去世了 而且他的健康狀況也一直走下坡 他提到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愛神 完全不是他年輕的時候所看重的成就 是的 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愛神 亦願祂教導我如何更愛 更愛祂 在住院期間 亦學習 我不必不用做更多的事情 才被主接納 更確切地應該說 神何等愛我們 所以祂甚至猜獻祂獨生子來到世間上 成為人的樣色 來受苦 並且死在十字架上 為要拯救我們 我們依賴祂的慈愛 而不是憑著我們在世上 已經完成或者尚未完成的事情 我其實是不需要擔心 是否在世上 已經將自己的工作做好 他的愛是足夠 他的卸臉是如此完全的 我們僅僅抓住這樣的事實 當Victor和我回到香港 我想我還有二十年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要在香港 退休要等到六十歲 所以我將時間減為十五年 現在我了解我的年日比這個更少 我的觀點確實變了 現在變成開始的兩年 癌症通常在兩年內復發 然後的五年 或者我還能夠有十年的存活 又或者能夠活得更加長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生命的優先次序 就和我原來規劃的十五年 是有很大的差異 2010年4月9日星期五 今天 今天我參加了一個由我們的研究團隊所主辦的 信徒靈性發展研究發佈會 我們是一個研究團隊 研究有關信心的增長議題 我們已經為這個研究案規劃了很長的時間 在我診斷得到瘀癌之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起初我因為不能夠再參與 感到很失望 但後來因為還沒開始化療 所以我就討告希望到時 體力能夠好些就能夠參加 果然我很高興 我真的做到了 我的同事很好 他們也讓我一起 在參與簡報 在這個活動中 我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活力 更奇妙的是 我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會感受到工作的壓力 而且做得很好 我只是覺得感恩 能夠成為這個活動的一份子 而且也很榮幸 能夠參與研究 雖然我很希望能夠繼續 對這個研究貢獻心力 但是如果這個不是神安排給我的事情 我也能夠放手 願神興起更多年輕的研究員 來完成祂自己的工作 多謝你們對我的鼓勵 當我在博客寫下我的經歷 和所學到的功課 這個對我是有療癒的效果 我知道主正是重塑我的生命 未來的日子 你們也會理解我 以至於我能夠按著主所教導我的 繼續守望 2010年4月10日 星期六 我的哥哥 有人問我什麼時候 我的哥哥才會在我的博客中出現 現在我要來分享 我的哥哥是家中的獨子 我們總共有6個兄弟姊妹 四個姐姐 一個哥哥 然後我是拉女 我的哥哥比我大兩歲半 在我童年的時候 他就是我的換伴 小的時候 我時時玩彈珠 武俠功夫 槍 弓劍等等 很少玩娃娃的 哥哥也很有創意 他教我把琉琉球放在上層的床鋪 當作吊桿 這個滑架床也很快就變成船 上層巴士 張縫 以及很多其他的東西 有一次他做醫生 把我的娃娃打開 然後再貼回去 我的姐姐就很不開心 因為這個娃娃一點都不便宜 但是我卻很欣賠他 因為他發現娃娃是怎樣做的 後來他注定要成為一個醫生 我的哥哥也教我下棋 玩大富翁和紙牌遊戲 例如舉手show hand 如果遊戲是包括運氣和技巧的話 我都能夠贏的 但是如果是做竹象棋或者西洋棋 我就會輸得很慘了 小時候我不知道三歲的代溝 可以帶來認知發展的巨大差異 我只是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夠達到標準 像我哥哥 那就好了 我領會了他的想像力所發揮的創意 這種技能跟了我很多年 作為一個遊戲治療師 我和男生玩得很好 我特別能夠不讓小弟哥知道 而是讓他們贏的 我亦都很喜歡和學前的小弟哥玩 時時在兒童主學中 帶領他們玩一些想像的遊戲 我小時候就發現男性重要 沒多久我亦都發現我的媽媽曾經聽了算命師的話 期望我是一個兒子 從此我總是要求自己要像一個兒子一樣好 當你的哥哥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要向他看齊 一樣好就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他在香港會考裏拿到五優四糧 輪到我去考的時候 我亦都是五優四糧 但是他拿的是五個A和四個B 而我拿的是五個A、兩個B和兩個C 我很失望 我很驚訝的是 我不是同學校的同學來比較 而是和自己的哥哥比較 中學畢業之後 我們就各賓東西 我決定出國讀書 這樣自己就不用再和他比較了 順便說一下 我終於都是讓他先拿到博士學位 有關像兒子一樣好的掙扎 我不能把責任推給我哥哥 其實這是家族和文化的問題 可能亦都是我們一代女人的現實 在我媽媽去世之前幾年 他告訴我 我其實比很多兒子還要好 雖然我為了作為女人而掙扎 我知道我已經達到標準 而且我的價值和兒子一樣寶貴 主賜福給我有一個好的哥哥 當我在面前有不同的生活危機 總有他的陪伴 或者是因為我和他相處得很好 而且也努力不要和他競爭 因此我總是在職場和教會中 和很多的男士相處融合 因此我在主中也有很多的弟兄 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 我需要你們的討告 今天是特別艱難的日子 我發現主日對我來說是很難過 因為我是經常投入在教會裏 現在我必須捱過漫長的一天 等Victor回家 明日我可能去醫院來敲定化療的時間 然後我要回到澳門處理不同的事情 看來明日又是漫長又難過的一天 我不大確定是否能搞定 生病的現實突然厲害地衝擊著我 雖然我很努力地要抵擋負面的思想 但是我依然是覺得自己差不多被擊垮了 我需要你們的討告 2010年4月13日星期二 給我自己的處方 我剛剛瀏覽了我的博客 很驚訝地看到大家鼓勵的話語 多謝你們 昨天竟然很順利 我已經安排到下星期一 在瑪嘉莉醫院做化療 後來我回到澳門 在姐姐的幫助下 我妥善完成現在需要做完的每一件事 所以我很累 但是昨晚也睡得很好 在道輪的時候 我意識到我應該也為自己開一些心理治療的方子 例如 第一 在運動的時候 加上讚美和討告 這樣我就能藉著運動 來擁抱神所要賜的生命禮物 兩日一次 第二 每日和朋友聯繫一下 見面或者打電話 一日一次 在下午我覺得很低沉的時候 第三 認真練習放鬆 加上淑寧主題的深思默想 如果你們知道有什麼特別好的癌症手冊 或者相關經文 請告訴我 第四 每日有些時間做自意研究 探討聖經裡面的醫治 從舊約聖經開始 Brava 今天是研究 阿伯拉罕恨求神 醫治阿比米勒 阿伯拉罕討告神 神就醫好了阿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並他的眾女僕 他們變能生育 創世記20章17字 第一次出現醫治這個字 就是向神討告 然後神就醫治了 你們的討告會帶來極大的改變 多謝你們在討告中紀念我 第五 以靠主的智慧 每日集中一些時間在工作上 對了 如果你們有任何推薦在香港適用的淨水器 請告訴我 可以留言或者電郵給我 我想買一個淨水器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屬靈增戰 一篇的博客很難寫 我亦都在猶豫 到底要不要分享 我決定分享 我決定分享是因為我已經邀請了你們為我討告 我正面對熟靈增戰 癌症只是疾病 如果你輸了一仗 你可能會死 但是熟靈增戰有不同的含意 超過我們的理解 前個月 我一直處理我的罪 他們不是具體的道德出軌 而是來自內在的思想和慾望 我主要掙扎的是驕傲和虛榮 還有其他的罪 亦都牽涉著驕傲和虛榮 驕傲和虛榮都和現代 觀念的自我感覺良好 Narcissism 密切相關 而我個人自從讀心理學研究院 都在理智上思考這個話題 驕傲可能源於極需要被肯定 被體重 而我一直以來都是被害怕失敗 恐懼 和怕被遺棄 時時驅使著我 無論一個人的童年可能是多麼美好 多少都會有一些殘留下來的創傷 作為一個心理醫師 我認為需要被肯定、被愛、被看重 都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 當天然人渴望被愛變成很扭曲 我們就要認真面對其中的問題 當一個人的需要沒有被滿足的時候 就可能變成被成功驅使 為權力而競爭 渴望被吸引 被人崇拜 還有憤怒和疾度 我們需要認真勇敢面對他們 視之為罪 這樣我們就能向主支取力量來勝過他們 詩篇五十一篇五至六節 我是在罪孽女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你罪 你所喜愛的善愛女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 必使我得智慧 我已經對付驕傲和虛榮的問題有好幾年了 但是過去幾個月更加積極 Victor覺得我有時未免太全神貫注了 或者這個是和我的完美主義和有罪惡感的傾向有關 所以我需要小心 我真是將事看作是我能夠領受主的恩典的一條路 驕傲或者自戀很難調整 謙卑是解約 所以柔和謙卑是好的 唯一真正的醫治是透過經歷真實的愛 包括神的愛和人的愛 這樣我們就不必渴求被養護 或者被別人優越 在心理學中 科胡特庫學 使用同理心這個字 不過另一方面 寫博客分享自己的病情 看起來也有點自戀 希望對自己的經歷能夠保有真實和坦誠的態度 好反擊驕傲的問題 在這段掙扎期間 我夢到淑寧的惡夢 這種夢在我人生裏面 只出現過幾次 我通常都不跟別人分享這種非比尋常的經歷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個人和神之間的事情 在夢裏面我發現蛇的尾巴 我認出這個是惡者 也受驚 在我可以呼求主來幫助之前 他已經緊緊咬著我的右手 夢裏面我好害怕 心想 這次我必須很奮力地爭戰 我醒來之後 感到相當震驚 然而在後來的幾個星期 我蒙受極大的熟靈祝福 主賜給我新的眼光 亦賜給我卸罪的恩典和確據 我相信主已經使我得自由 可能我的手已經從惡者的痛咬中得到釋放 當我被診斷出癌症 努力粉戰 扮演了不同的象徵性意義 我是這個時候才意識到 這個僅僅只是開始意義 對每個人來說 雖然與岩徵粉戰 不一定是熟靈爭戰 但是對我來說 卻是這樣的 神已經用某些方式唯有預備 來爭戰了 對美好的象 確實就是一場熟靈的爭戰 最終我們只有一位敵人 就是那位惡者魔鬼 以忽所書六章十二至十四節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受的 並且成就這一切還能暫立得住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帶子蓄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彼得前書四章一至三節 基督記在欲身受苦 你們也當這樣的心智作為兵器 因為在欲身受過苦的 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你們存這樣的心 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 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到餘下的光陰 因為往日隨從愛幫人的心意行邪淫 惡辱 醉酒 荒宴 群飲 並可惡拜偶像的事 時候已經夠了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自相矛盾 昨天 我的早晨零修和運動被打斷 因為家務助理也在早上過來 失去個人親近主的時間 並不好 之後我又趕著去醫院 排定後續治療 我正準備要問兩種化療 FAC和TAC 然而關於我的決定我有另一種想法 我是不是應該花錢買一種副作用比較多的藥 因為最近的研究發現 這種藥能夠提升幾個百分比的存活率 還是我應該是選擇一般的化療 副作用比較少 然後之後再花錢買中草藥來治療呢 這就是矛盾 癌症藥物破壞好的 亦都破壞壞的 這個藥在我的身體裏 是藥物的效果 還是毒藥的效果 我必須緊緊抓住那個要醫治我的神 請為我有智慧和安心來討告 昨天在醫院 我突然因為自己在靜下的餘生 都是病人 要經常進出醫院 而突然之間感到害怕 年老 健康退化 和死亡 都沒有家人或者朋友的支持 這種念頭纏繞著我 我試嘗試要停止這些負面的思想 但是思想訓練會建議我們 來接納這些想法和感受 為了要突破恐懼 怕痛、怕生病、怕死亡等等 唯一的途徑就是面對它們是事實 然後接納它們 恐懼是存在在我們裏面 而不是存在在環境裏面 我正是學習去接納這些生命的現實面 或者當我面對自己的懼怕和脆弱的時候 我就能夠得著勇氣和力量 當一個人病得很嚴重的時候 工作就變得很棘手 當我什麼工作都沒有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無聊 罪惡感 又沒用 然而當我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又很容易沮喪 因為我沒有衝勁 這樣也讓我懷疑自己 又覺得自己很無用 無論是工作或者不工作 我也感覺不是很好 我試圖抓住或者期待將來的工作生涯 然而同一個時間 我們正放下對工作的抱負 我想我會繼續活在這個 在我的自相矛盾之中 想沉浸在工作裏面 有所貢獻 但是又需要有所分離 而不是讓工作成為我生活的中心 希望我能對工作有正確的觀點 我同時又要擁抱生命和死亡 在一日結束的時候 我和Victor一起祈禱 我承認 和很多地震災民 和很多更艱難環境中的人相比 我的情況實在微不足道 主呀 求祢賜我力量 使我能盡力過好每一日 也請為我找歸家護理服務的安排 能對我有幫助的討告 畢竟我的化療是即將開始 真是很需要在這件事上 看到神的慈福 2010年4月23日 星期五 我還好 在上一篇博客發佈之後 有些人有一些為我擔心 我其實很好 醫院的安排引發了我的恐懼 遠遠超過私人診所 恐懼來來去去 當恐懼再次來襲的時候 那個也是一個勇敢對付他們的機會 也能夠更深地認清他們 這個方式使我能夠掌管自己的恐懼 而且發展出對別人的童美心 否則 我就浪費了這個學習的機會 有一個朋友介紹我讀 約翰派博牧師 John Piper寫的一篇短 雖然短但是很好的文章 不要浪費你的癌症 你可以在他的網站 www.desiringgod.org 免費下載這篇文章和他其他的書籍 我好喜歡他這種文字事工的方式 星期二 我讀了更多在信仰上性別差異的文章 而且也開始寫這個主題 他也討過能夠學習 如何在神的同在中寫作 而不是害怕地視之為工作 我已經努力向劉伯克 Frank Lawbock 學習了很多年 他寫了Letters by a modern mystic 雖然這本書已經絕版 但是在他的著作中 《操練神的同在》是最好的一本書 我很驚訝的是 我竟然在網路上 找到免費的下載 這本書是必讀的佳作 星期三我參加了一個講座 以確定我的運動是正確的 然後我在一個教會參加了同事舉辦的研究成果發佈會 之後我覺得非常累 我才意識到 我需要監控我的活動水平到一個程度 就是刻意不要讓自己太累 要讓自己仍然有活力 過去我想我自己的工作是已經過份操勞 都忽略了身體的需要 希望我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昨天我的姐姐來幫助我安裝淨水器 這個淨水器是很先進的款式 是一個朋友送禮的禮物 多謝 我們決定花錢請一個技術人員 來確定他有在運轉 不過我們自己已經努力過 也是一件好的事 請為我在下星期二和星期四 有服侍的機會來討告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也會有平安的心來開始接受化療 居家看護也進入狀況 起初我真的不願意有別人出現在我們488平方呎的公寓裏 但是現在我已經適應了 也會讓情況變得更加好 現在我也很早起床 零修 並且做第一輪的運動 這樣的生活 學習 可以讓居家看護 到我家之前 我能夠留在家裏面 雖然我有幫忙了 我決定了藉這個機會學習煮菜 也嘗試新的料理 在五月的第一個禮拜之前 我應該預備好可以做化療了 多謝你們一路的陪伴 2010年4月25日 星期日 主日信息 今天我去了馬灣的一個小教會 我等候主 渴慕他的信息 他確實用一首歌 主請你憐憫 來觸動我的心 而副歌也是我的討告 我深受感動 主請你憐憫 今興起我心 求能讓你愛 點言者生 主也提醒我 保羅在他那個美好的帳 被僑電 提摩太后書4章6至7節 我現在被僑電 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那美好的帳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 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 到目前為止 我可能過了美好的一生 然而 我還未將我的人生 完全 又單單 地為他所用 今日主日講道的經文是 肥立比書4章11至13節 我並不是因缺乏 說者話 我無論在什麼境況 都可以知足 這事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悲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餘 或缺乏 隨時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願主幫助我在這個養病的季節中 培養知足的心 也請在討告中 紀念我朋友的爸爸 當他有嚴重的心臟問題的時候 依然帶著食物和湯糧給我 幸好在一路上 他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請為他的治療過程平安 順利討告 求主恥福他好快康復